黄伯打死也没想到 演的电影居然被小屁还整破房了 好家伙是不是每个小孩子 都有过吃鼻嘎的经历啊 在拍摄学霸的时候 黄伯可真是被折腾惨了 戏里得学渣儿子辅导作业 差点背棄出脑衣血 三杯牛奶 第一杯我活了一把 第二杯我又活了一把 第三杯我活不下了 我就让你老子早就活了几杯 你啥子 妈妈活吗 我再活就出哪了 戏外还要被导演嘲笑 笑就算了他还请人来观摩 不过该说不说 导演找王宝强可真是找对了 就和牛奶这一项上 娱乐圈绝对找不出比他还牛的 于是王宝强就这样 眼睁睁看着黄伯喝了三香牛奶 三香 你说这盒牛奶就算了 哄睡戏居然才是最离谱的 黄伯也终于在出道第23年 第一次体验了 把对手眼睡着是啥感觉 可以真的吗 可以可以 开始 就问这种情况到底该怎么办 挺急的在线等 而事实证明导演没有特意吞黄伯 毕竟就连万欠这好脾气 在点孩子辅导作业时 那火气也是蹭蹭蹭地往上梦 这表情真不像是演出来的 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人 能在辅导孩子做作业时 还能保持情绪稳定的家长吧 但凡吴雷长得再丑点 也不至于差点为难死导演 估计黄伯这辈子都没这么无语过 变丑原来是这么难的事吗 在拍摄电影学霸时 吴雷可真是太难了 镜组后碰到的都是什么鬼问题 先是绞尽脑汁才把自己变丑 然后拍个吃面戏 却差点被导演给不害了 要不是最后导演喊咖 还以为这面真的多好吃呢 导演你把他给hold死 从哪儿再找一个这么帅的中介小哥 但更离谱的还在后面 作为一个苦大仇身 卖不出去房子的房产中介 吴雷的饭都是快餐 可没想到就连一碗泡面 也被黄伯给惦记上 好家伙雷雷确实不嫌弃你 可你好歹给他留一口 导演能不能别这么口酸 看看把主演都给乐成啥样子 好在剧组除了吃不饱之外 也没有什么其他大问题 吴雷也没啥偶像包袱 把一个为生活奔波的中介小哥 演绎得淋漓尽致 但凡诚意少说一句 都演不了周一安 这小嘴巴巴的尽忠冷汗之梦 不知道的还有呢 里边在拍戏游记呢 在拍摄底线的时候 诚意可算是过足了嘴眼 以前演的戏 就没一个嘴皮子溜达 可是把他给憋坏了 只能在戏外疯狂输出 就问着沙雕的模样 和亲吻的帝君 有半毛钱的关系吗 于是在底线的导演 找到诚意时 剧本还没看完 他立马就爽快地答应 就算是欢瑞不愿意也不行 进组后诚意 可是接着周一安 好好过了一回对人内 对完老妈对同事 对完同事对师傅 那嘴皮子溜的导演都摁不住 这都还是诚意收敛 平时对戏的时候 那简直比现在还放飞 两句话下来 18个守不动作 看得近东都忍不住怀疑 这孩子该不会有多动症呢 好在除了比较皮之外 诚意演起戏来 还是很靠谱的 把一个出入职场 怀有满腔热血的年轻法官 诠释的恰到好处 和老西部同台也不落下风